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今生的疾病都是与我们前世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今生有很多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佛教讲 三世因果 因果报应 六道轮回 真实不虚 今天呢 有一位脸友过分享了他堂哥的故事 讲述了堂哥的学佛经历 和他亲游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地狱的经历 还有他前世的故事 他今生的残疾都与前世造业有关系 故事非常的震撼 下面呢 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 我堂哥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农村家庭 家境平寒 1986年出生 今年36岁 在他小时候 本该要学走路的年龄 发现他却不会走路 去医院确诊后 得了腿软骨病 脚无力 不能正常走路 天生的二级残肺 他说话时 还有些饭口吃 结巴 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 所以堂哥从小到大经常受到人家的嘲讽和讥笑 自尊心很受打击 父母也为他操碎了心 他也活得很痛苦 就学会了抽烟喝酒 有次喝醉了 被他的父亲狠狠地咒骂了一顿 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觉得人生都是黑暗的 没有一点希望 光明也见不到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的痛苦日子 什么时候能到头呢 直到2018年5月初八这一天 开始改变了他的人生 堂哥听他妈妈说 我在信佛学佛了 他就来加了我的微信 说他也想学佛 我当时很惊喜 就跟他说学佛念佛的好处 还跟他说了有因果报应六道轮回 念佛人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命中后可以到极乐享福 很快乐 没有痛苦和烦恼 堂哥听后非常的高兴 他说他也要去极乐世界 当天就发愿要吃长素 要开始学佛念佛 我当时听后真的为他高兴 同年10月19日 他去寺院皈依三宝了 堂哥吃素念佛后 相貌变得面善了 皮肤变白变润了 性格也开朗了 也戒烟戒酒了 也不串门和人聊天 讲是非了 就在家里开着念佛机 跟着念佛 看净土宗法师的视频 我也分享念佛往生计时的视频给他看 更增加了他念佛往生的信心 对极乐世界的向往 2020年11月8日傍晚 堂哥给我发来了一连串的语音 说他下午午睡的时候 阿弥陀佛带他去极乐世界了 当时我听语音时 我听得出堂哥太激动 太兴奋了 这应该是他人生第一次无比的激动 与兴奋 因为他看到人生的曙光和希望了 只要信愿念佛依靠阿弥陀佛 人生也可以逆转的 我当时也激动的热泪盈眶 感受到阿弥陀佛慈父的大爱 慈悲 包容和大微神力 不舍弃我们任何一个众生 加持着我们信佛学佛念佛成佛 默默地爱护着守护着 引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时堂哥语音发来的第一句就说 小妹 我去西方极乐世界 看见了我们两个人成佛石穿的衣服了 太漂亮了 衣服上还绣了我们两个的名字 极乐世界太美好了 我就让他详细地跟我说了说 以下就是堂哥亲游极乐世界的经历 堂哥说 他下午两点钟午睡 梦到了一位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穿着古风的年轻男子 手上还戴了一把折扇 来到他家的门口 对着他说 小伙子 过来 我带你去极乐世界玩玩吧 堂哥很高兴地说 好啊 好啊 就跟着去了 到了极乐世界 年轻男子立马就变成了阿弥陀佛的模样 穿着红色的袈裟 踩着红色的莲花 观音菩萨 大世之菩萨站在两边 还有地藏王菩萨 还有很多出家形象的菩萨 都站在那里 还有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地厅趴在地上 堂哥问他 你就是地厅吗 地厅点点头 堂哥家的佛堂供的就是穿着红衣袈裟 左手托着莲花 站着的阿弥陀佛 地藏王菩萨是戴着法帽坐在地厅身上的 然后堂哥就走到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宫殿里 他一进去就看见宫殿墙壁上挂着两件 非常庄严华丽的衣服 左边的是一款男士 长大褂 看起来像唐朝的官服 上面有堂哥的名字 右边的是一件女装的长裙 看起来像唐朝 黄飞穿的款式 衣服领子外翻 像荷叶边 右手袖子上 袖着金光灿灿的三个大字 就是我的名字 接着堂哥又来到阿弥陀佛的身旁 阿弥陀佛就对堂哥说 你还有个心愿未了 我帮你来了 阿弥陀佛就叫地藏菩萨 带着堂哥去看前世的亲人 地藏菩萨就带着堂哥来到了地狱阎罗殿了 阎罗王看见堂哥就说了 你终于来了 我带你去看你的亲人 阎罗王穿着 看起来像秦世皇那样的装扮 很威严的样子 阎罗王带着堂哥来到了一间房间旁 你的亲人就在那里 堂哥看见了一位中年妇女 头上有脚 还有两颗獠牙 消失了后就变成了端庄淑女 美丽大方 很有气质 穿着清朝时期的衣服 非常的漂亮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一进去夫人就对堂哥说了 我是你前世的娘 那时是晚清民国时期 我们是浙江乾汤江人 是一大户有钱人家 你知道你前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花花公子 败家子 吃喝玩乐 不务正业 打架 害得家破人亡 八岁的妹妹因为找你 从此没有再回来 堂哥就问妹妹去哪儿了 娘说投胎做女孩就在你的身边 和你有缘分也信佛的 你自己猜猜吧 娘又和堂哥说 钱是家里管账的管家 骗你投资露骨做生意 你瞒着家人 结果生意失败了 你的父亲很生气的把你赶了出去 你就去江西省 找一起做生意的人来帮忙 人家没有帮你 再回浙江的路上 江西省和浙江省的边境线上 你看到有两兄妹 一个男孩子 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 你就起了色心 调戏女孩 后来还把这两兄妹杀害了 你就逃跑了 被邻居看到就去报了官 把你被捕抓到了 押回江西省府 官老爷那里 就被审判砍了头 你父亲出远门收账去了 很久没有回来 派人去找也没有找到 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后来娘得知你在江西犯案出事情了 被杀了头 娘觉着家破人亡 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 娘最后还嘱咐堂哥 要团结和睦家人 邻居朋友 别跟身边的人结怨 要精进修行 今生要好好地念佛 其他事别管了 要孝敬老人 尊敬护法神善神 最后堂哥被阎罗王踢了一脚 从梦中就醒过来了 梦醒刚好是下午5点48分 堂哥就赶紧去佛堂 礼拜感谢阿弥陀佛 然后看见阿弥陀佛的身体 还动了一下 真的是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救度一切众生 希望所有能看到 听到这个分享的人 都能蒙佛光照射 善根福德增长 相信因果报应 六道轮回 真实不虚 希望大家都能 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信愿念佛 同生极乐国 非常感谢大家 圣洪写于马来西亚 非常感恩 这位圣洪师兄 给我们来分享的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让我们知道啊 我们今生遇到的种种磨难 种种的疾病 都是跟我们前生的造作有关系的 正如三世因果精云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前世果 今生作者是 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个道理 就从此不会再抱怨了 因为我们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也感恩佛菩萨的加持啊 亲自带着这位师兄 去极乐世界 然后游历地狱 让他得知前生的因缘 为什么得病的因缘 就是因为 他前生造的业 造成了他今世有这种恶极 从小就饱受痛苦 如果我们不学佛 可能就从此抱怨下去 开始颓废 所以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 都是我们最大的福报了 真的希望大家能明了 从此开始 戒杀吃素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精进地念佛 往生极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喇摩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